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來安裝直播分享的車款 也算是我們經常分享的車款 這款車是Nissan的S-Trail T32 這部車的話其實它的底盤有分二區四區 但是避震器的話都是公用的 那車主的話其實本來都是原廠的一些周邊 那今天唯獨就只有來改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在車高的設定上 剛剛的話大概有略量了一下 原廠前面的話大概五指多 後面的話大概是五指幅左右 也沒有要降得特別低 後方的話大概是三指幅 前方的話大概是三指半左右 那背景聲音會比較吵 我們還在陸續施工當中 那這部車其實有分享過好幾次的一個直播了 那今天版本的話 一樣是一個道路板的設定 但KT的話 這些避震器的內部結構也好 或者是周邊零件 就跟手機一樣會不斷的一個做更新的動作 讓產品的話更趨勁於完美 那像S-Trail T32的話 它的前面的彈筒 我們設計上就有稍微做一個變更 讓它的舒適度的話 能夠再稍微更好一些 那今天我們前面是這邊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它前面一樣是一個賣化成的懸吊系統 不然先來看原廠的好了 原廠的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世代的Nissan的車系 因為它的底盤 後來的話在歐系的一個雷諾集團的介入之後 它的底盤其實有很多的設計 都已經是跟歐系車比較相近 譬如說這樣的設計 在早期的雷諾車系上 跟歐系車常常見到 在日系的Nissan車系上的話 就很少見到 可是這個世代的T32的話 它的前仰角 是採一個插入式的仰角 跟一般傳統的日系的插 旁邊鎖兩顆螺絲的形式 是不太一樣的 而且它的上座 一看就知道是歐系的設計 因為是做一個磨孔的設計 那車主的話這個應該是 車友裡面T32裡面車友會團購的一個小零件 它的用意是防止 它的上座會有生鏽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東西 但這台車跟 跟Nissan的T打比較不一樣 因為Nissan的T打 它的上座是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經常會有生鏽的狀況 可是T32的話 它的上座是比較靠近車頭的位置 所以它的上座的話不太會積水 所以是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有這個機構 那除非是一般日常保養 或者是比較居住在 像是基隆 或者是比較靠近沿海地區的話 緣分比較重的話 可以再上座噴土一點 防鏽的黃油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前面的避震器拆妝的話 會比日系的車款 一般日系車款還要來的稍微久一點點 像是早上的話 我們安裝的Camory的話 它的安裝速度就很快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上座 KT就有復興品了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這個是它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方避震器的擺臂位置也很特別 它是一個有斜度的 所以在用我們體重下去壓的時候 它的阻擬值其實還蠻重的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它的行程其實也沒有做得很長 那我們來看前面的 前面的話Fail C32 那這一顆是 它也 我記得有2.0升跟2.5的不同吧 引擎的動力有它一樣 那我們來介紹避震器的部分 它的避震器上座 是坐落在這個地方 它上座有三顆螺絲 兩顆螺絲在外面 一顆螺絲的話是在內側 那上座的中心點 KT的話附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的話跟一般 我們在影片中介紹的話 會稍微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加長一個長度 會方便車友來做調整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那一樣是順時針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調整的方式的話 都是一樣的 那調整的重點 就是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不能左邊跟右邊段數不一樣 那在調整阻尼之前 會建議車友 一定要留意一下 胎壓的部分 因為有的輪胎行的話 它對胎壓的施打的壓力 會比原廠高很多 原廠的話大概在日系車 我們駕駛座門打開 在門旁邊就會有一個建議時 大概是32到33PSI 那有的有打到39、40 那就低速的時候會有一點點 那就不太好做 所以在調整阻尼之前 建議大家先把胎壓 打到一個正常的胎壓值 前面的話 它的形式就是很特殊 就是一般歐系的底盤結構 所以像這些的一些油管架 這裡有油管專用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 包含這裡有一個離載串 那離載串的話 也不需要換強化的 也不需要換可調的 直接用原廠離載串的鎖點 就可以鎖附了 剛剛經理提到過的 就是這個版本的話 在彈簧的話 我們有把前彈簧 把它做一個圈徑比較大 然後長度的話在拉長20mm 是做一個200長7公斤的規格 讓它整體的舒適感的話 能夠再好一點點 畢竟S-Rail T32 它還是一個休旅車 所以我們還是要 得要兼顧到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在主泥油用料的部分 我們是用意大利一整桶 進口IP的主泥油 然後在最重要 攸關到壽命 產品壽命的油風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KT的話 本身就是製造工廠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 維修 可以翻修的 日後久了 可能主泥油裂化了 可能油風破損 漏油了 甚至是裡面的一個 饅頭啦 防塵套 已經有損壞的話 都是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 來做菜換 好 前面介紹完畢了 換後面 後面的話 師傅才剛安裝好而已 後方的話 KT說為了這部車 我們打了一條專用的彈簧 彈簧的公斤數是10公斤 也許有車友會認為說 這台車怎麼用到10公斤 那麼高的公斤數 其實彈簧的公斤數會因為 彈簧百幣的位置 或者是懸吊的幾何做的不太一樣 像是經理來預告一下好了 像是在後天的話 後天的話 我們就會 現場就會安裝一台是Focus的 四代的Lomo的版本 Lomo的版本 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就是一個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是拖一臂的Focus四代 我們後方的彈簧 是配置大概3.8到4公斤 可是如果是Lomo的多靈感的懸吊 它後方彈簧公斤數 就不只是4公斤了 所以它的彈簧設計 會因應每一台車的車重 跟它彈簧百幣的位置 會不太一樣 這個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200長10公斤 那它上方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機構 太安了 它上方有一個 這個可調的機構 這個可調的機構 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所以KT的設定 它是能調整車高的 最低的話 大概是能做到兩指幅左右 最低大概兩指幅左右 我想一下今天是大概三指 後面三指 對 最低的話大概能做到兩指幅左右 但是一般休旅車 以T3A來說 車有比較不會想要降到那麼低 都是略降的大概一指幅左右而已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但是可以看到它避震器主結構 它其實是可以一樣調整長短的 但是這裡的長短調整 並不會改變車高 這個長短調整 我們是來取決它的一個彈簧預載 調出它適合的行程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統身 但是後方的結構 它的避震器上部 會有一個 設有一個阻擬調整的一個機構 所以後方的阻擬調整 需要在上方 需要在上方 那車友的話 手如果遮到後方的話 停車的時候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有可能人要稍微躲到一個車底 才能有辦法調整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它阻擬的調整方式 一樣跟前面一樣 左邊跟右邊要對稱 以這部車來說 它的原廠的鋁圈有17吋跟18吋 那如果胎壓正常之下 它的阻擬值一般 後方的話會稍微比較敏感 後方的阻擬值大概會落在15段到22段這個區間 是KT所建議的一個阻擬值 那前面的話 就比較會隨著車友的喜好 來做一個調整 那這台車其實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後輪 Camber角度一樣會稍微變變 可是它有一個可以調整的偏向螺絲 那這個偏向螺絲在這裡 這裡 這個螺絲的調整就可以同步來調整 後輪的Camber跟頭映的一個角度 所以後面的話如果沒有降到特別低 這台車我猜應該也沒有廠商做所謂的仰角調整器 所以都是靠那一顆偏向螺絲來做定位角度的調整 好 介紹完畢 那如果車友們 因為最近的很多的一個板上 都有車友詢問我們小編 是要試乘 但我們公司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試乘車 有Camory 有Golf 有Focus 有Fit 還有其他的車款 但是沒有休旅車可以提供給車友試乘 像今天有車友是詢問Outlander Outlander的話其實也有Outlander可以試乘 但是是經理好朋友的小豬的車子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 我們就會安排比較相近的車款 對剛剛好像有一個是賓士W205的楊先生要來試乘 所以我們公司裡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適合試乘的車款 能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來做比較 那如果試乘之後 覺得這樣的行路設定是喜歡的 再來考慮要不要改裝KT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 Strel T32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